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110第47203BGF712D49BD8153BA84CCC32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直击国语出局有原因 因尼球管风向飘估不定 按住画面 移动小窗X腾讯体育 8月26日假假打文英红侠本届亚运会羽毛球赛场冷门叠爆 即昨晚世界羽球新一哥陶田贤斗落马之后 当地时间8月26日 日本羽球女单第一人到园 希望指负女单八强 原因一事 城管风向问其 昨晚陶田贤斗赛南大第三轮对阵东道主明星金庭 在全场恐怖的助威声中一万落败 赛后陶田否认既飞伤病也飞风向 直言是出给了塞拉阳羽球馆的魔鬼主场 今天 在同一个场馆 日本女单第一人 2017年是锦赛冠军二拳 希望带女单四分之一直赛 对阵中环台会选手戴姿影 尽管对方是现世界排名第一 但奥远与其的历史交锋三胜三负 可以说是实力上市之力敌 但是当天下午 奥远完全丢掉了场上优势 第一局 奥远平行出界 在网前短修判断 中也有临时两个失误 最终零比二输给了对手 再后 奥远表示 对于今天这块场地 自己的把控存在不足 他表示 场馆的风向与女团比赛是不一样 自己没能把握好 本届亚运会 奥远希望的目标是取得一枚奖牌 尽管日本与球男女两大最受瞩目的明星都一挖在亚运赛场提前落败 在了日本雅虎的网络上 日本网友们却出奇一致 真的支持他们的明星 听说在羽毛球大赛上 经常会出现长官空调风向阎然而异的情况 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了 所以这样一来 能赢个比赛 自然也赢不了 奥远选手和陶田选手 目标都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金牌 相信今天的设立是成功之母 加油